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的人要明白这个意思 你就像在佛门里头种福 如何在佛门里面种最大的福报 秦庄法轮 秦福诸实 普贤菩萨这两院的功德最大 佛不在世了 高深大德 包括居士 请他们来讲经教学 这个功德大了 讲义不经的功德 决定超过 以大千世界七宝不实 不能别 别说是一个地球上的这个七宝 佛讲的是大千世界 七宝不实 不如秦法斯讲义不经的功德 为什么 这一步经可能有人听了 一教修行成佛了 大千世界七宝不实 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帮助人成佛 没有办法帮助人开悟 道理在此天 说在没有人抢经的印经不实 功德是其次 把佛法流传下去 在看缘分 有没有人得到 有没有人从经典上开悟 如果有 哦 那个佛报 不得了 没有 你这个善心可嘉 这要懂啊 尖思 尖思 这个事要花费作用啊 尖思是建学校啊 这有老师教学啊 有学生到这里求学啊 这个事的功德就很大 如果这个事件好了 没有教的 也没有学的 只能给众生阿赖耶里头 种一个佛的种子 除这个之外 他不去作用 啊 做比不做好 李老师 当年在世 尝书 有庙 无道 不能 心教 只有教 兴旺起来 就是教化了 啊 特别是佛教 真 是出世间法里头 最重要的教育 主要的教育 无语 冷脾的教化 因为 他能够 凡身其受 利顿 鞋 承传佛教 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 发心 承传 啊 要发心承传 是佛会灭 这个功德 哪里比啊 中国古人有所谓 为往胜 及绝续 为天下 开太平 佛法超过他 太多了 佛法 这里讲啊 横朝三界 金灯 司徒 一尘 了一 万善 同归 这不是世间法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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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世间法能别